为了让部落文化和生态之旅点亮部落之美 华联县秀林乡秀林社区发展协会 获得华联县政府建设处社区规划师计划补助的为旅行 邀请游客来到秀林部落体验太鲁阁族文化和生态之旅 为部落文创开创新兴产业和契机 由华联县政府建设处获得补助的社区规划师计划为旅行活动 秀林乡秀林设计划协会精心规划了两天的秀林社区 知书达理为旅行体验活动 而这次精心规划师也就是秀林设计划协会总干事张熙如 也说明这次行程的内容 这次的活动是花联县政府建设处社规师里面的 一个活动让我们举办 然后这里我们是举办了两天 一批是20人的体验游 那我们是姿书达理体验游 是因为我们有姿我们有山苏 所以我们是来结合这样一个农特产 跟我们的公寓结合的体验游 这两天呢我们大家就会走我们的山苏步道 然后公寓体验 来了一些很多好朋友们来走我们的山苏步道 希望有机会的朋友 我们未来也会推出这样的体验游也一起来玩 花园县秀林乡秀林设计划协会理事长 也就是秀林村长昨天就表示 就是透过李建设的支持 来向环境政府建设处争取经费 不过其他也运用祖先传水下游智慧 来办理这次的体验活动 我很高兴带那么多的游客 不管是部分种族都来参加我们这个 处女座的一个修林发展协会的步道体验 来到这里给他们介绍生态里面的植物 不管是赤竹也好 还有山苏也好 包括七里香的树也好 还有棕树 让他们了解 然后把每一棵的树 它有它的故事让他们解说 他们都一一的很高兴 很接受这种的一个解答 我们一方面是互动良好 开开心心的 就自然的这样去互动 让他们体验到生态里面的一种一个方式 他们觉得是非常高兴 薛文湘 薛文社会办协会理事长 周贤都表示 这是除了获得县府建设处支持之外 薛文湘的王民贵也答应了支持 进行场地的绿美化工作 让人体的动态能够更加的完美 希望透过泰鲁格主在高深的生活智慧 让大家了解 上岭中有许多让大家一起来体验来游玩 记得教育休想不到